新加坡新明日报斗达标题写下涉嫌恐吓炸台湾立委的失诚男子遭到起诉 版面中还放上立委罗志强的照片 因为这名拼头男就是这个月二号发信跨海恐吓立法院长韩国瑜的嫌犯 仔细看留着小拼头的他被新加坡媒体拍到实义里 严肃似乎准备出庭应讯 想知道本能有能力帮助台湾建立更美好的未来吗 其实他曾经多次来到台湾还在各个公家机关或是媒体大楼前开直播拍影片 似乎相当关心台湾的震惊状况 你好 我有一个建议给你们台湾人设计一个椭圆形 像是走进环保署说要替台湾设计椭圆形的水库发展永续能源 不过他却涉嫌利用脸书讯息发信恐吓立法委员 期许未来四年各党团以及所有委员我们共同努力 当时韩国瑜和罗志强受到恐吓信之后立刻报警处理 情事时追查IP位置发现对方就在新加坡 于是联络新国警方有了重大突破 新加坡警察于3月4号立即就将L信的逮捕盗案 然后扣留相关的设备以便追查 来到L信嫌犯后新国警方立刻意散布虚假讯息 在26号起诉一旦判决确定 将隔除最高七年有期徒刑或是新币五万元以下罚金 至当事人罗志强也在脸书写下炸弹男背带 感谢两国警方等字眼 台湾和新加坡警方携手合作跨境打击犯罪 接下成功案例 近新闻终合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静好新闻 静善静新闻